新闻一开始先来看 新高雄有线电视 盛进企业社会责任 赤资170万 购置了全新的长兆服务车 来捐赠给高雄茂林区卫生所 并由卫生局长黄志忠代表接受 他感谢新高雄有线电视 将温暖传递到远乡 也期待长兆车的加入 提供茂林长辈更好的接送服务 让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 承接这份资源 捐赠仪式一开始 牧师带领大家祈祷 而茂林区长辈也一同用歌声表达感谢 场面无比温馨 新高雄有线电视公司 秉持企业回馈社会的精神 在市府卫生局的媒合之下 捐赠茂林区卫生所 一辆全新的长兆服务车 作为接送当地长辈外出就医 或是往来社区长兆据点使用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长兆巴士的捐赠 可以让我们的乡亲同时感受到 新高雄的热忱与热心 那也希望说我们的这个动作 可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 就是纷纷的共襄盛举 我们也是希望集更多的光 散出更多的热 让我们的乡亲 需要温暖的乡亲 都可以传递到每个乡亲的身上 茂林区人数将近2000人 而其中老年人口占27% 尽管长兆服务涵盖率已经接近百分百 但当地长兆服务车过于老旧 即将面临态患 新高雄有限电视公司 适时送上温暖购买新车 提供当地长辈舒适又安全的接送服务 我们在部落里面事实上 包括地点距离或是平常的人手 其实通常都需要一些交通服务的接送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 长照专车的一个今天的捐赠 事实上带给部落非常非常大的方便 在我们长照个案在利用上 我相信他们会觉得非常的舒适 又方便又宽敞 这个是感谢我们这个大达公司提供 或者是赞助我们这辆车 最重要的车钥匙给我们的受证单位 新高雄董事长康宇成 将长照车的模型及钥匙 分别交给卫生局长及茂林区卫生所长 顺利完成捐赠仪式 随后邀请长辈上车体验 感受一下全新车辆的舒适及安全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贴心 就是在安全的配备 还有官司一进来的门 它是暗示推 直接这样滑动的话 可以减少长辈们的手动 这个对他们是非常的有帮助 长照服务车车内空间宽敞 再加上大面积的玻璃车窗 视野良好 而坐在里头可以说是相当的舒适 我们选择把这台长照巴士 放在这边 就是可以让它为更多的乡亲服务 与其放在市区 我觉得放在这边的意义会更重大 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新高雄有限电视公司 关切长照服务 出钱又出力 将社会关怀扩及到高雄市的原乡部落 也让茂林区的长辈感受到企业 满满的爱心 长照有你在 大大分享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议到社会 有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